记者林良生台北报道,前总统陈水扁在脸书粉丝叶清永哥物语旅发文评论时事,国民党立委吴志杨金在立法院询问法务部长邱泰三,称扁在测试底线,而且扁对邱特别有意见,认为邱是红山军法律顾问出身,不会对他公平,邱反呛清永哥物语发文是在讲干话,他连理都不想理。 立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经邀邱泰三进行专案报告,吴志杨在执询时提到,陈水扁透过新永哥物语在测试法物不底线,还透露5月4日去凯道参加凯达格兰基金会的募款参会,并说319枪击案真相未明,没有还给他公道,还预告520要到凯道为自己争公道,询问邱是否知情。 邱泰三答询指出,他知道相关报道,但陈水扁没有提出申请,我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 法务部的基本立场是,保外就医考量是依照专业医生建议,上次也要求扁到令家医院做检查,医院也是认为扁需要保外就医。 吴智阳进一步询问邱泰三,陈水扁对邱好像特别有意见,新永哥物语也说邱是红杉军法律顾问出身,不会对扁公平。 邱反呛那是讲干话,他没有办法回应。 吴询问邱是否去粉丝页留言反驳? 邱泽说他连理都不想理了,怎么会去粉丝页留言? 对于陈水扁是否能继续透过脸书表达意见,邱泰三则说该要求的法务部一定会要求扁,但是否能发脸书或在网络表达意见,会参考大法官第755、756号解释去做相关厘清。 邱泰三也在达寻国民党立伟林德福质询时强调,法务部不可能让贬为所欲为,但是否撤销贬得保外就医,需要医疗专业处理,不是法务部长矫正书长台中监狱可以片面决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